有一座城市以春天为名 与鲜花为伴 一年四季花开不败 家家户户满庭芬芳 它就是昆明 如果你对它的印象 还只是奔赴云南美景的过路驿站 那么滇池湖畔 欧鸟与晚霞齐飞的壮美画面 民族村里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 一定会留住你的脚步 那遍布西山的古寺禅峰 和大观楼上妙笔生花的天下第一长年 更是值得驻足品读 当你看到千批万造出的石窟艺术立于峭壁 听到石林景区美丽的阿诗马传说 当爽滑的构小米线缠绕舌尖 满城的花香浸汝心扉 当西部地区最具发展潜力城市 全国最宜居城市之一 滇中东南亚门户之城等等这些美名 都成为它春城之后的注解 你一定会感叹于这座城市的精彩与魅力 所以本期视频就请和两颗太阳一起飞越彩云之南 让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 为我们开启新春的旅程 昆明地处中国西南地区 云贵高原中部 是中国云南省的省会 这座城市以平均海拔1891米的地势高度 在群山环抱 河流纵横的地势中 形成东无严寒 夏无酷暑的亚热带几风气候 绽放出西南大地永不落幕的春天 也成就了高原水乡的富饶丰盛与优雅浪漫 四十无日不飞花的昆明 有如一座春天里的花园 而世博园就是其中最美丽的园中园 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 是中国举办的首届专业类世博会 不仅开启了一扇世界看云南的彩云之门 也为昆明留下一处大气磅礴 又精致典雅的城市后花园 占地218万坪里的昆明世博园 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国际性公园 来自全世界的园林和花卉艺术作品 形态各异 色彩缤纷 花波荡漾 各种珍稀之物与奇花异草 令人心旷神怡又充满震撼 昆明另外一个能用花卉震撼住你的地方 就是陡南花卉市场 这里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 每天都有约300吨鲜切花 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大城市 及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是中国乃至世界鲜切花的 生产交易和积散中心 来到陡南花市 满眼望不见尽头的鲜花 当之无愧被誉为东方花卉的华尔街 离开陡南花市 沿着大路向西南方向走 不到一公里 就来到了昆明的母亲湖 滇池 滇池又称昆明湖发源于长江 为金沙江支流水溪 是云南最大的高原湖泊 早在三万年前 如毛隐穴的原始部落 便在这里创建了古典文明 可以说滇池水孕育了昆明城 正所谓浩渺百里无边阔 水运深处最昆明 来到滇池 既可以环湖探寻古典王墓 郑河固里等云南历史文化的遗迹 又可在岸边欣赏秀美的湖光山色 每年十月末 成群的红嘴鸥 就会从遥远的西伯利亚 飞越千山万水 来到昆明越东 而滇池湖畔的海耿公园 正是昆明与海鸥 三十多年未变的约会地 一条专门为关湖赏鸥修建的海耿大坝 已成为浪漫昆明的网红打卡点之一 波光灵动的湖面上 彩云半海鸥 飞入云烟处的画面 是滇池赋予昆明的浪漫景观 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呈现 除了海耿公园 位于市中心的翠湖公园 也是昆明市民的赏鸥乐园 翠湖原本是滇池的一道湾 由于水位下降 成为一片独立的湖泊 历史悠久却依然清澈灵动 宛若城市流转的演播 见证着昆明的发展变迁 是一个极自然风光 人文景观和历史文化遗产 与一体的旅游景点 水中有花 云中飞鸟 是春城的浪漫表达 而山中有景 古今互映 则是昆明作为历史文化名城 和西部门户的城市风韵 有着滇中第一家境之称的西山 位于滇池西岸 起伏的山巒 远眺行似一尊 巨佛卧于湖畔 又好似一个仰卧的少女 身影倒映在湖面 过而也被称为卧佛山 睡美人山 山间林木苍翠 清泉喷流 众多古叉 演映于丛林深处 音乐家聂尔的墓地和纪念馆 也借着山之灵气 追忆一份音乐情怀 而西山主迈的西山龙门 因逾越龙门的美好寓意 和时刻于明家境初年 皆千刃峭壁 临范杖深渊的时刻艺术 而有着不入龙门 网游西山的说法 登临西山 远处的美景 随着滇池的烟波 徐徐展开 对面的大观楼 飞言凡语 古朴壮观 建于1690年的大观楼 因立于楼顶 一眼望去大游可观的景色 而被当时的云南巡抚 王继闻赐名大观楼 又因乾隆年间 昆明寒室孙然所转的 180字天下第一长连 而有了万里云山 一水楼的美誉 以大观楼为中心所建的 大观楼公园 同样是一座风光秀丽 远近闻名的湖滨公园 园中长堤垂柳 百花争艳 长连音乐的美景 更是堪比西湖的三弹音乐 有着一种进水楼台 先得乐的意味 每逢节假日 到大观楼赏花放乐 观美景看展览 成了昆明市民的一种 闲情雅趣 云南不仅有丰富的植物资源 铜储量也非常高 曾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 一座以250吨纯铜铸铸 铸铸铸的太和宫金殿 仅仅助力400余年 成为昆明一处 重量级的风景名声 始建于1602年的金殿 是供奉北极真武大地的 一座道观 于公元1671年 由平熙网吴三桂重修后 成为我国现存最大 同时最完整的纯铜铸铸 一幅金铜不符之身 让金殿历经数百年岁月侵蚀 而依旧璀璨夺目 殿内无三桂留下的七星宝剑 殿外比金殿还要年长 100多岁的永乐同中 以及多位名尘文客 撰写的诗词迎联 都呈现出金殿厚重的 历史文化底蕴 让这座演映于山林的道教民观 为昆明的历史 留下一道金光 和金殿同样意义生辉的 还有云南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坐落于滇池湖畔的云南民族村 1比1建造还原的云南25个少数民族的村寨院落 以建筑之美将民族风情融入自然山水 诉说着一段段关于少数民族的故事 来到民族村 流转于缩小版的大理三塔 板纳白塔 或是藏区转经筒 欣赏着一段段精彩曼妙的民族歌舞 你一定会真切感受到昆明这座城市 春天般的热情与美好 民族村里的民俗民风各具特色 而最能代表昆明文化的建筑 还要属这座建于明代宣德年间的金马碧姬坊 昆明人为了纪念两只为城市消灭干旱天灾 带来风调雨顺的祥物 建造了东西两座牌坊 东方临金马山而名为金马坊 西方靠碧姬山而名为碧姬坊 这两座牌坊所在的街道也取名金碧路 两座有着400多年历史的牌坊 在昆明城市中轴线上 带着时空交错的深厚古运 成为昆明的城市符号与精神壁垒 相对于一座从历史中走来的牌坊 人们记忆中还存在着另一个昆明符号 那就是印在香烟河上的石林风景画 虽然曾经的石林香烟已经停产 但鬼斧神宫奇特辉弘的石林风景区 依然以1100多平方公里的喀斯特地貌 挺立在昆明遗族自治县的土地上 这片经亿万年地质演变 风化而成的独特风景 又如一个天然地貌造型博物馆 涵盖了地球上众多 喀斯特地貌的精华 有着天下第一奇观的美称 大小石林和万年灵芝 布绍山等几个景区内 岁月的磕刀将灰色的岩石 雕琢成各种形态 千奇百怪而又美轮美奂 让昆明这座柔美的春城 也带有了一种潜藏的锋芒 而昆明最光耀史册的锋芒 则是在生死存亡之际 为中华民族保留了知识火种的西南联大 以及培养出数百名将帅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两所院校也并称为中华近代史上的文武双雄 在昆明厚重的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作为中国西部主要中心城市 及滇中地区面向东南亚的门户 昆明同样绽放着现代都市的春光 一栋栋高楼在绿树繁花中 彰显着这座城市的发展蜕变 这就是昆明 一座住在春天里的城市 岔子烟红开遍都赋予这一片凉尘美景 浩浩烟波满地 都流向那一段山高水长 满城飞花落不尽它的浪漫柔情 四季春光穿不透它的厚重历史 昆明以四季不败的花枝 和日日如春的阳光告诉我们 好花可以尝开 美景可以尝在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一是新春 一座春城 所有美好已在路上 在此祝福大家新春快乐 这里是两颗太阳 让我们龙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